除了吸引游客来基隆住宿之外 要怎么样才能把游客留在基隆消费呢? 市长张通龙认为要效法新北市的做法 把各区伴手礼加以组合在精美包装行销之外 也要赶快设置展售中心 方便游客购买伴手礼 才能相互搭配行销基隆的观光 市长张通龙在市政府事务会议上 展示新北市政府辅导各区在地伴手礼组装后的精美礼盒目录 要求市政府产业发展处可以效法新北市的做法 把基隆的十大伴手礼重新组合精美包装行销 因为基隆的伴手礼绝对比其他县市好 就是缺乏包装行销 我们新北市啊 我们的朱市长非常用心的 他们将我们他们29个区的特色 包括他们的这个所谓面线啊 他们的红曲的一个豆腐乳啊 包括他们的这种麻老麻老啊 还有其他的他们这个包括他们的这个叫鸡啊 鸡啊也都把这个真功包起来 所以说我想它变成一个伴手礼 年节送礼非常精致又便宜 我想基隆市我们厂花处也是这个办了两次 我们十大伴手礼的这个评比 希望这个呢基隆市有好多好多好吃的 哇这个东西呢我们把它这个把它结合起来 我们怎么把这个包装把它做好 像我们几个这个好吃的我们的伴手礼 我们把它装成一盒 那我们这样呢物美价廉啊 另外市长也希望产发处要想办法突破困难 设置伴手礼的展售中心 才能不断吸引游客留在基隆消费 并且行销基隆的观光 那我们有一个这个贩卖中心的 那游客来 我们慢慢的今年12月以后 我们海科馆一年有250万的游客哦 假如没有一个很好的像中南部啊 其他县市的有一个展售中心 有点吃有点买的 这叫做游览车的休息站 旅游这个游客的休息站 这样基隆观光才能够发展 这样基隆商机才能够再现 所以我希望我们交理日常会处 赶快以新北市朱市长的这么好的一个idea 我们基隆应该会比他们更好 所以我们赶快去有创意的 把它这个建置起来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道